HELLO 大家好,我繼續回到Colomon 上次講到應該是打雷鳴泰坦的 之後就慘敗給雷鳴泰坦 因為那個泰坦太強了 基本上我完全打不進去 今集我想試試看有沒有機會打得贏 我的精靈大概都升了一兩下 應該不算很多 我也想試試看 首選我們會放水系的蟹 對,看看可不可以扣他的血 如果不行的話我可能真的要用弱 因為這個實在太強了 好,我們看看雷鳴泰坦 雷鳴泰坦因為他是雷系 所以我們的水系基本上打他不算很痛 而他打我應該是非常痛 但我們照用水打他 對 因為他現在有落雨的情況下 用水打他是扣多一點的 我覺得 我擊中一次 二擊槍 千萬不要死 受到電擊 這個是麻痺 我猜是 這種雷技 回到野外了 OK,我們可以RE 太強了這隻野 開始 火鼠我記得他有岩石技 我們有機會可以用岩石技打 岩石技他怕,還有火都怕 我們可以用這兩招打 我們直接用燒燒一燒 看看 火花牆 準備用這招 電光牆 三回合 打他都不太痛 他是不是把自己的弱點減低了 完全打他不痛 我們試試用岩石技 岩石技都不算很痛 正在恢復不能移動 可能就是靠這個 等他沒辦法移動的時候再打贏他 爆擊 非常有效 雷技 OKOK 電光牆消失 我懷疑電光牆是幫他擋火傷 這個招火明明 即是我是特攻向他精靈 所以他這招火應該是特攻來 打他應該都會痛 但不算很痛 OK 精力消耗了4點 有沒有藥呢 有藥 有組合蛋糕 但回得很少 這個回40血 其實我覺得可以直接吃這個 直接吃個組合蛋糕吧 怕對面一招雷技 可能爆擊我就死了 沒打中 非常好 然後用巨石軍 OK 巨石軍 使用了充電 有機會是增加自己的一些能力值 充能 我估計是雷屬性招式增加 這招傷害就不一樣 我估計是加了充電才會這麼高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不知道什麼 這麼低 消耗更多SP 問題不大 OK 火花牆又來了 希望可以打到他不動了 31滴血 都說可以 再打 30滴血 充電 他又充能了 我有機會要走一走 我給你走 嘩 他掉了我其他精靈 麻痺了我其他精靈 我們先放一隻去死 哪隻比較廢 這是強大光尾蟲 咦 咦 原來有兩隻強大光尾蟲 咦 試試 我們派一隻光尾蟲出去 等他出去死一死 沒辦法 對 始終這隊用了替身攻擊 這隻有機會一下秒 一下秒了 他需要充能 這個時候就是攻擊他的好事 我們用水 下一打 希望可以打幾下水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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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擊中一次 唉 船翼風 因為他要動了 我們換一換船翼風出來 替身攻擊 炎光圖 不用看都知道一定死了 對 高個15呢 還要 用回火龜 唉呀要回SP 總之吃藥吧 吃個小藥也好 NO OK沒事 他這招是三次攻擊 我們等他多打我們一下再吃藥 這裡不好吃藥 這叫用巨石 軍擊 可不可以不要動了 頂住 OKOK 頂得住 組合蛋糕 15-15 15日不夠洗 15-15 吃個藥 要靠藥打 這裡 超級團擊 頂住 哇 好痛啊 他好像會不動 我記得是吧 再次衝能 這裡有魚再走 沒辦法 我們這裡一定要靠水 用水打 光美蟲 沒辦法 光美蟲不知道是否厲害 但我選擇光美蟲丟掉 沒辦法 我又不想等那隻寄居鞋 所以我們唯有選他 回SP OK 那我這邊也要回SP 這邊也不來 這邊也不來 吃個藥可能也好一點 嗯 真的需要買一個大的 中級的組合蛋糕 雷擊 OK 捱到一下都還可以回多一次 那給個中蛋糕給火煮 那靠火煮就可以贏了 他又用這招技 不過不要緊啦 我們照... 原定我們計劃用火煮打贏 謝謝 然後再用這招巨石軍擊 OK 然後再巨石軍擊 就算不死他下一回合就要死了 我SP回一回 希望他不要一下子打死我 OKOK 十九滴血 用火的應該也會燒死 終於搞定了 各位 超難打 犧牲了三隻精靈 啊 他還可以進化 不對 這隻蟹第一次進化了 嘩 如果這隻蟹進化 應該會有一點哲靈 嘩 樣子 跟我想像中不太好 有些出入 巨鉗海潮蟹 就是巨鉗蟹 34 終於打贏 不要緊 我當我換一換新精靈 你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但我覺得潛力很大 我們可以吸收他進這個無法裡面 是電之精華 我的兄弟姊妹等著你 現在我需要充電 風暴召喚拿回來 OK 即是我們拿了其中一個 類似神獸的東西 然後就繼續去找其他 類似雷明太坦的角色 去擊敗他 獲得他的什麼什麼精華 什麼事 比加爾 沒有他的蹤跡 他們一定去了第二 可不可以在實驗室跟尼古拉聊聊 OK 大放光網 真的會直翼 光之傳送 終於贏 這個機器沒得 好 唉 作為第一個BOSS關 其實他都是屬於偏難 坦白說 不過 始終我選擇的難易度是難 所以他有這樣的結果都很合理 如果太簡單的話 就會比我說太簡單 這個難度我覺得可以 未去到真的好好好難 至少還有些 怎麼說呢 還有機會可以贏 不過要少少一些時間 還有要犧牲少少的精靈 好,來了 看看他們有什麼任務派我們去 仔細看了這個CCTV得出的見亮令 好不安 那些能量稱之為 Wu... 不知Wu... Wubonus 誘導托馬斯 我們的團隊已經知道 能量實際是泰坦精華 某一種 即是某一隻 某一隻的 某一隻的泰坦 色出來的 不可以成也都不可以 否認他們 是否追著這個泰坦 目標 也有可能 畢竟他們 繼續了精華定位器 話說回來 托馬斯把這個精華定位器交給我 謝謝你啊 不讓他們拿 我會從你那裡拿走 以確保他的安全 會不會你才是壞人 哼 他們沒有拿到精華定位器 但是他們掌握著 托馬斯的情況下 他們做了新的設施 才是時間問題 這就是我為什麼 建議他在做之前 繼續收集泰坦精華的原因 他們使用的這種能量 並不可以解釋可怕的光美蟲 但我們將一步一步走 找一找這個步驟 剛剛 剛才 光美蟲的 光美蟲為什麼會提及到呢 就是因為上次攻擊這個實驗室的光美蟲 我想你已經次發獲得了雷兵太坦精華 做得好 我知道你可以獲 升任這個任務 你應該看的下一個 泰坦精華 在拍佈 拍佈 瑞士 嘩很難讀 我老朋友 悠章在那裡等待你 在這個寺院的深處殺法出來 他可以為你提供這個鎖匙 悠章 謝謝你先生 大放光魔 泰坦特典隊 我現在要去哪 他好像說要我回到哪裡 在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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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難讀 潮潮潮在哪 我現在在這裡 潮潮... 嘩... 低木槓... 怎麼看都不像在這裡 啊... 即是我們要回到這裡 日觀園區就是這裡 我們要搭船回到這個城鎮 再向上走 應該就是那個潮潮 超難讀的那個名字 啊...我按...看不像 好啦...不是潮潮 即是向這個方向走就沒有錯了 哇...在這裡就是了 啊...有什麼... 有什麼感應器 侮辱 義物掃描器偵察到一些危險的東西 給我們看看這個袋子有什麼 這個是每日吃的蛋糕 是不是太坦精華 不要玩啊...你有什麼會發光 甚至可能會臭的 我想我知道了 這個 是什麼 你聽到這個掃描儀的聲音 一定是最敷禍手 好像是太坦精華的能量 太坦精華我們從童子軍隊長那裡聽過 很久以前太坦人製造了這個星球 相同的能量經流所有的機體 尤其是摩托螞 即是這個太坦能量 童子軍隊長肯定會批准的 即是他們只是打工 OK 我會把他列為8名單 你可以自由通過 即是他要確保這個地方安全 你可以通過 所以你們是保鏢? 當然啦!我們自我介紹 我們 我們 就是 沼澤童子軍 這個潮濕沼澤的官方守護人 保護環境是我們的油皮 還有誰可以把超金香味蘑菇從這個區域剔除 如果我們不把它剪掉 他們就會越過一齊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每個人都會來幫忙 伸出援手 OK 即是有顏色的我就要剪了 喔 剪掉足夠多的蘑菇可以製造一些摩托螞的香水 OK 但是剪蘑菇的時候要保持風利 只有10秒的窗口 我猜的應該是某些... 啊 不是 意思應該是只有10秒的時間給你去剪 我猜是這樣 如果10秒過了你就要找下一個地方 下一個蘑菇 OK 沒特別了 大概知道這個地方了 好 我們要剪這個吧 一如我所料 這些蘑菇是會隨著時間流失 10秒過後這些蘑菇就會消失 然後要等你去下一個地方再去剪蘑菇 誒? 怎麼有訓練家要打的? 我以為是一個類似原野區的東西 那倒不是 我現在才發現我的火龜是特別不同的呢? 他的精靈球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是不是因為那個精靈球問題? 哦 是呀 旋轉球特別金色的 你這怕什麼? 用火技 這個火技 好 順便打這個訓練家 我們就看一看這個沼澤的精靈有什麼 我們是時候補填我失去的精靈位置 雷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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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火啊 誒用錯的 四方伏特 就這樣用那個鬼火燒槍 超死 這不是很痛的 他不是很痛的 嘩 他用那些很厲害的技 嘩 怎麼在呢? 他 不是怕火嗎? 不是來的 誒不是火嗎? 好像又不是 應該是岩石 怕岩石 不是怕火 我真的看錯了以為他怕火 因為那些符號很相似 這次一定是怕水 既然是這樣我們出一出我們的拳劍牌出來 試一試這個實力 好 順便看看他的血量 93 嘩 好大隻喔 可愛姿勢 一定是降攻擊 一降防 粉狼之拳 究竟一下子都騎死了 如果上一隻雷明太坦不是欺負我 我應該可以用水蟹瞄著我 正正因為他欺負我 所以我發揮不到這隻蟹最強的地方 好 看蘑菇 香菇 聽到很多開胃 蘑菇 有些什麼? 有這隻 電招泥 什麼電招泥都沒什麼特別 怕什麼? 那個應該不是火嗎? 但看來好像不是 三個型的火 嚇死他 可惜 這隻我們捉一捉 始終他的level都偏高 我們可以用他來做替身攻擊也可以 嘩 沒什麼精靈球 要省一點勢 不能經常用 好 成功 最後一彎你也跑出來 嘩 嘩 封了 拿點技 那沒辦法了 要用這部 普通旋律球 嘩 又出來? 這隻 這隻是不是要用電的旋律球 嘩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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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啊 死了 這個不行啊 正電球 還不是捉你用呢 OK 完成 看一看 標準精靈 稀有的程度是少見 身上的一層會降低接觸者的速度 估計應該是坦型吧 OK 對 其實可以 如果有多個賀雜裝置我想給他 他做坦也可以 其實這隻 火色沒有啊 不過其實不是啊 我們照給他也可以 因為最缺乏攻擊力的就是 就是水和火以外那兩隻 這裡是弄羊 火牌還是火牌 對 這裡是弄一些 氣味之類的 OK 又有精靈 咦 第一次見 但還是這個聲音 這是蜜蜂吧 沒問題啊 憤怒之鉗 秒殺是不是 沒錯 秒殺 好 沒什麼特別我們可以繼續走 竟然是兩步有壯怪 咦 毒袍啊 這隻是不是水來的 看看 水是 同樣的我就不會抓了 順便用最強的水技打 多打 不用 一擊必 一擊殺 太厲害了吧 35呢 好 向上看 向上看一看有什麼精靈 有什麼可以走 還是擋住了 這些不行 那裡有個箱 撿個箱 光之傳送 進行一個save 雖然他有自動save 但要養成這個 經常save 有良好習慣 這隻蟲應該就是那隻光 電尾蟲的進化 我估計 因為樣子都比較像 欸 怎樣了 兩下即殺 幾毛 綜藍 破 恐怖旋轉球 看來又有不同的屬性要出來 又是這個蟲 這個蟲不是太想打 這個蟲用水打好像會半格 欸?需要更多SP才能用力 和你打 這個本身又硬正,然後還要扣我的SP 太麻煩了 這裡 SP蛋糕中,我就是要這個 要打這個 又是火系 這個羅羽有點麻煩,可不可以skip 一會看看 火系第一下應該秒了 請送秒殺 Next 看看 天氣可不可以關掉 他沒有可以加快 加快一點點進度 咦?應該去哪個 好 放棄路 這裡剛才打的 然後那邊跳出去 還有哪條路可以走 哦,這裡 原來我沒有看到 應該算是去了下一個板塊 好,今集的Colomon來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繼續這個 沼澤之旅找下一個雷鳴坦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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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